张信哲连拍七条MV竟没有任何画面 传闻当年张信哲在拍摄MV 白月光的时候连续拍摄了七条 可是当他来到摄像机跟前 想要看看自己之前的表现之时 却惊讶地发现摄像机虽然一直在运转 可是里面却没有任何画面 从头到尾都是漆黑一片 他还以为是摄像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可是将摄像师叫过来以后 摄像师却记得非常清楚 在张信哲拍摄的时候 这个摄像机的确是有画面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最后竟然一点也没有被拍下来 后来还是张信哲有些害怕 直接让人将这个摄像机 换了一台新的才好 而且摄像师在离开录影棚以后 再次使用之前那个摄像机的时候 发现没有任何问题 完全能够完整地记录和保存画像 只是张信哲的那段MV 的确不知道去了哪里 有人感觉就是张信哲 在为自己的新专辑找噱头 也有人认为张信哲叙述的 是真实存在过的事情 那么连拍七条MV都没有画面 究竟是意外还是张信哲胡说八道呢 首先当年在港台出专辑的时候 有一个奇葩的潜规则 那就是一旦谁在MV里面遇到了灵异事件 谁的唱片就必然会大火大热 孙燕姿和SHE在录制的时候 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比如工作人员深夜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响 或者是专辑里面莫名其妙地多说了一句歌词 但是这句歌词却不是原来的文件里面该有的 这些事情让孙燕姿和的专辑受到了众多的关注 果然最后唱片非常畅销 所以有不少人都质疑 张信哲就是听说了这些事情 所以才会拿灵异的事情当作噱头出来说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只是他在胡编乱造而已 第二当时歌手出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太正常了 每一个人都将这些MV的拍摄说得神奇 可事实证明这些歌手的脸上没有一丝害怕 而且下次出专辑的时候还会出现同样的事情 难道这些所谓的飘飘就只会找歌手 而不会找普通人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些艺人 可能真的遇到了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但有些人就纯属瞎说 看到别人吃到了好处 所以自己也想要造出同样的效果 第三也有可能是张信哲的心理作用 或者是摄像机当时的确出现了什么问题 只是他们没有发现而已 毕竟张信哲的说法的确是有些匪夷所思 一般歌手在录制一遍的时候 就会回去倒带看自己的表现了 连着录七遍才发现这件事情 着实是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